農曆春節將至 新竹縣水電裝置職業工會 捐贈了五萬元社會救助金 新竹物流公司也捐贈了 一百份的年菜及一百包白米 希望能讓新竹縣內的弱勢家庭 有份溫暖安心好過年 我們每一年從我們的福利金裡面 編列百分之二十的福利金 拿出來建築我們新竹縣 所有的比較貧困 疾難需要救助的部分 交由我們社會處 做一個疾難救助金的統籌運用 我想在這一個方面 我們水電工會 也秉持了一個大愛心理 幼兒幼以及人之幼 老無老之人之老精神 在於社會處裡面 來統籌運用這筆金會 可能對我們所有的會員 能夠達到更有效實質上的意義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初衷 新竹物流自從一百零六年 與縣政府合作 做愛心三節的捐贈物資 這次又結合我們董事長旗下的國賓飯店 跟我們新竹物流的配送系統 來完成這個任務 公司秉持著取自己社會 用自己社會的社會理念 希望對新竹縣一些弱勢的團體 能夠有所幫助 政府資源有限 民間力量無窮 善心企業用實際行動 回饋地方關懷弱勢 也希望能夠拋磚引玉 號召更多人 一起來響應公益 凱破新竹簡舒淇 第七採訪報導